昨天說到海瑞一封信大把就搞定了胡宗憲,這麼厲害! 所以今天當然要讀一封海瑞寫給胡宗憲總督的信 這樣的 胡大人,我記得你以前出外巡視的人曾經說過 說各州縣都要自約,過路官員不准鋪張浪費 但是今天我的縣接待了一個過往人員的時候 他就認為我們的招待過於簡單,竟然還獨打了我們的服務員 到最後還說是你的兒子 我一直聽說你對子女的教育很嚴格,為何會有這樣的兒子呢? 所以你這個人一定是假冒的,他敗壞你的明星 這麼惡劣,簡直是令人發恥 所以為了議事懲戒,他的全部財產我就沒收了 衝入國庫,並且現在把這個人送到你那裏,聽後你發樂一下 胡宗憲看到這封信之後,當然是哭笑不得了 亦都是這樣,這件事就就這樣不了了之 海瑞繼續做他的怨靈,胡宗憲繼續抗拒他的窩 最慘就是那位胡公子,據說回去之後就被老爸罵了一差 從此之後,旅遊的兄姊就大鴿 這個就是一段很多歷史書裡面都轉載了紀錄 基本上都是用來描繪海瑞先生的光輝形象的 但是事實上,在這個故事的背後 是隱藏了兩個不為人見的重要信息 首先,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海瑞先生雖然吃的是糙米飯,穿的是爛衫爛褲 做事堅決,不留餘地 但是他真的不是一個蠢人 因為蠢人是做不到清官的,最多只能做一個蠢官的 而另外一點就是,胡宗憲是一個品格很高尚的人 雖然說海瑞出了古惑,弄一篇這樣 但是如果胡宗憲真的要動他,分分鐘 一個總督要弄個資院,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了 加個兒子被人打了,面也沒有了 但是胡總督沒有秋後算帳 所以說他雖然不是一個好老闆 但是是一個好的總督 好了,這次海瑞就安全趴時了 說到底是因為撞到住好人家 但是下次還有沒有這麼幸運呢? 嘉靖三十九年 奸人煙謀卿,受皇帝委派 去全國各地視察嚴正 這個煙興的遺人,我們之前介紹過 真的打著電筒也找不到那些閃光點 每逢到一個地方,吃喝嫖島,全部玩齊 還要地方報銷,這樣也算了 偏偏這個人真是那種又要做雞,又要立政治排放那種人 他還四周圍發些公文 就說,我自己素來就很樸素 所以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保障 要利行之虐,這樣 於是就這樣吃下玩下,又玩下吃下 一路逍遙 燕大人就過來浙江了 準備由淳安這邊路過 那麽海瑞當然不想接待了 也沒有錢接待 那麽希望他能夠繞路走 但燕大人畢竟是陰差 那麽你沒理由設些路障不讓他過 說不過去 所以又海大人又開動腦筋 嗯 叔叔又想到 不然我都是用一封信搞定他 那麽 這次這封信呢,就很奇怪 開頭呢,才是用燕貿興自己那份告示 大大吹捧他 那麽說你 不愧為這個青年官員的典範 我對你的景仰之情 又如滔滔光水 諸如此類 然後突然間不風一轉 就開始訴苦了 不過 我亦都聽到有些謠言 就說你老人家 其實每到一個地方 接待都是很奢華的 那麽但我們這裏呢 就一個死窮鬼怨來的 如果按照你那個標準 我們實在接待不起 那麽況且呢,又違背了你的本意 是吧? 那麽如果萬一 那麽得罪了大人你 那麽就不好了 所以卑職呢 就想來想去 都不知如何是好 那麽就只能夠向你請教了 那麽可不可以讓這條路走走 那麽那麽 那麽剛剛未看 ruin 那麽轉死了 粉絲 其實真是浮�了 這麽大爺 那麽就是鼻子 對壇 那個人 他就讓! 一乾爹 他從北京也嚇過耶 那麽 而 那個人 是再次贏得勝利的,但是同時也埋下了禍根,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胡宗憲這樣的高峰兩節。 當然了,海大人除了工作認真,生活檢撲之外,近中也會奢侈一下。 例如有一次,他母親生人,那海元寧無以為賀,決定要出街買兩斤肉食。 當他走進賽事場,在一個肉檔面前停下來的時候,場景全都靜了,大家都靜了眼睛,看著這一幕。 因為人人都知道,海元寧是自然經濟的忠實擁護者。 他通常都是自己種菜,就是自己吃自己種的菜,就是實現這個自給自足。 別說只要他出來買菜,他不把自己種的菜拿出來賣,搞亂市場競爭,都算即陰了。 但是他家裡買肉,竟然還要買兩斤。 所以等他給完錢之後,接過那包肉,一聲不出,楊長二去的時候,在場那些有錢確信。 他們剛才看到那幕,真的不是幻覺。 而最激動的就是那個豬肉佬,說他實在壓抑不到自己內心的衝動。 撞懷激烈,仰天長少。 好笑,想不到我這件事。 還能做到阿海元寧的生意呀!! 海瑞竟然買肉食。 在那個沒有電話,送封信都有幾天的年代, 海元寧的這個狀舉,以驚人的速度,傳遍大江南北。 很快去,知府知道了,秦府知道了,到最後連胡宗憲也知道了。 於是,在之後召開的一次政務會議上面,胡總督高談闊論了一番抗摩形勢之後,突然間神色一變,以一副很神秘的神情向大家通告了這個消息。 然後,所有人都被政政了,可原令竟然賣肉,好笑不好笑呢? 好了,今天的花邊新聞先說了這麼多,這也是海瑞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碎事。 反正,一眨眼,三年過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純安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但是那幫官吏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但是他們實在不敢噎這個閻王,就只能夠埋頭做事。 但是到了年中的時候,這幫喵聲嘆氣的官員,突然變了樣子,有多少笑容。 嗯?莫非有年中掌法?對不起,是跟年中掌無關的。所以知道,在海瑞王手下做事,這頂好處,大家基本上就不用想了。 真正令到他們欣喜若狂的,是收到一個小道消息,說海瑞王就快要高升。 原來,明代的官員制度是這樣規定的。但凡你地方官,每三年,就會由上級部門下來考核一次,對照利部的標準打分。 如果你是劣等的,那就要被寄過和警告,說不是要回家中花鼠。 但是如果你評到他優等,那就基本上有官升了。 那麼海瑞就當然是優等了,不理人家對他有什麼看法,他的工作基本上是無可挑剔的。 那麼如果這次他真的升,對淳安縣的那班官員來說,就真的及時雨了。 嘩!所以他們一收到封,立刻開始積極準備這個送行儀式。 唉!永別啦!海大人真是! 即是無論你去哪裡,最重要是不要再回來。 即是祝你一路順風了。 就在大家對著這個未來無限向往埋頭準備的時候, 確切消息下來了。 簡直就是平地一聲雷。 因為經過利部考核, 就確實認為海瑞是優等,應與晉升。 但是為了方便工作的開展, 決定就地提拔,逐家慶府通伴, 即刻上任。 即是他意思呢,地方就不換了。 那就升高利少少, 即是原本是做家慶府旗下的一個資縣, 現在升了上家慶府, 做大些, 管的地方也多些。 這樣就徹底玩完了。 於是整個家慶地區全部轟動。 即是他們心想, 喂!你們淳安縣自己壞就算了, 現在還要搞這種事情上來, 搞到整個家慶府都壞了。 所以淳安的例子擺在眼前, 一定要立刻採取行動,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於是嘉慶那班官員, 立刻開始緊急總動員, 大家全部回家查家譜。 無論你什麼三姑六婆, 賊姑奶, 只要你吃過飯, 見過面的, 甚至點過頭打個招呼的, 你是人就行了, 你有關係就行了, 全部出去找, 目的就是一定要將海瑞改革。 很快, 海瑞受到了他人生當中的第一次彈劾。 而彈劾的人, 是刀冊院的監察御史。 我們可以聯繫一下, 燕茂兄同志的職務和他的為人。 因為燕茂兄是在做刀冊院的左副刀御史。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可以想到, 這件事如無意外, 都是入拘數的了。 至於彈劾的罪狀, 很無關緊要, 一提都不想提了。 應該說, 這是一個挺好的開始, 因為它意味著, 海瑞精以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即是如果你不出名, 鬼才有空罵你呢, 對吧? 但是, 說是這麼說, 但這個後果依然是很嚴重的。 果不其然, 海瑞沒有了通判的位, 並且接到尼部的第二道調令, 改任江西興國之縣。 興國呢, 是一個很窮的地方, 即是調去那裡做官呢, 就等同於法判上的。 所以看上去呢, 這個結果也很合乎程理, 是吧? 即是彈你, 就把你去那裡, 很正常。 但是, 其實不是, 因為根據燕茂兄之前的預計, 在他授意彈劾之下, 好像海瑞那樣沒有背景和沒有什麼關係的人, 是不單止沒有得升官, 分分鐘是會被人隔職查辦的。 但是他真是説不到, 這個人雖然真的沒有得升, 但是竟然保住了官位。 所以多年的政治經驗告訴他, 當中必定有福必。 於是, 他也沒有繼續找海瑞麻煩。 燕茂兄的直覺是沒錯的, 在看上去孤立無援的海瑞背後, 確實是隱藏著另外一個人, 而且還是一個大人物。 他就是當年的那位福建學政, 現在的利暴侍郎, 朱衡。 在這個世界上, 有正直的人, 自然就會有些欣賞正直的人。 朱衡就是其中一個, 人家很討厭海瑞, 但是他讚賞有家。 之前他歷排眾議, 向上級推薦海瑞, 破格提拔他。 而這次三年之後, 他再度挺身而出, 補一下海瑞。 所以就這樣, 海瑞去了江西興國, 繼續做他的怨靈。 而因為朱衡的保護, 他安然度過了人生當中的第一個危機。 這個時候的海瑞, 竟已四十九歲, 比著現在隨時可以搞病退。 但是他當年, 依然只是一個七品之麻官。 在海瑞看來, 興國和純安這兩個地方, 除了名字不同之外, 沒有什麼兩樣。 該怎麼做事還是怎麼做事。 而這次, 就輪到興國那些牙液受苦。 但是出人意料的就是, 在興國這裏的幾年之間, 海瑞令基本上沒有什麼怎麼搞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地方實在太窮, 根本沒有什麼人肯過來, 所以自然也沒有什麼是非。 而就在海瑞令, 專心致致做事的時候, 突然又接到一道, 出人意料的調令, 明明他立刻入京, 就任護布雲南斯主事。 嘩!發財! 正啊! 這個時候, 就是嘉靖四十三年。 其實還未到三年考核期, 大家也以為, 又考了又等又升, 不是。 而這個護布雲南斯主事, 就是一個正六品官。 從地方官到京官, 從七品到六品, 啪!聲就過去了。 所有事情都莫名其妙。 那雖然海瑞那邊不知道, 但是我們心中有數, 當然又是那位諸副部長幫忙的結果。 所以就這樣, 海元令, 就做了海主事。 職務變了, 地方變了, 但人, 是不會變的。 在地方做院令的時候, 就敢跟總督對著幹。 那按照這個標準, 你去到京城後, 如果不找皇帝晦氣, 那簡直是沒有天理。 所以在親眼見識到真正的政治黑幕, 和貪污腐化之後, 海瑞終於忍無可忍, 寫下那封天下第一名書, 用他的正直, 痛斥這一切的罪魁禍首, 皇帝。 就是這樣, 這就是海瑞, 啪家靖皇帝的前因後果。 其實在明代, 罵皇帝的人真的不少, 但只有海瑞城可以脫穎而出, 明誰千古。 但我跟大家說, 這不是一個僑倖, 絕對不是僑倖, 因為罵人雖然輕鬆, 但真的要看你罵誰。 在明朝十幾個皇帝裏面, 如果論難事後的, 家靖絕對可以排前三名, 因為這個人不僅疑心重, 而且死要面, 但凡罵過他們的人, 比如之前的羊醉, 羊雀, 高金那幫人, 只要提多少不同意見, 即刻被人拖出去, 不打死, 都打個半死。 所以好漢就不吃眼前規, 事實證明, 在那幫賢官裏面, 都有很多好漢, 因為很多人本來就是為了罵而罵, 純粹掛嘴印, 即將來退休回家時, 可以和旁邊的屋吹牛, 即是說, 想當年, 老子呀, 罵過皇帝呀, 即是那些。 所以基於這種動機, 在罵人時, 那些賢官是要考慮到成本的問題, 而嘉靖呢, 是太過生猛, 押給你罵而已, 不是打殺, 所以蝕本的生意, 當然是不做的了。 但是海瑞, 偏偏就做了這一筆的蝕本生意, 因為在他的思維裡面, 是根本沒有成本可言的, 是沒有這個概念的, 他只是知道, 我做得朝廷的官員, 食得朝廷的俸禄, 就要做事, 就應該做事, 就應該為民作主。 他不是不清楚, 這份奏疏情上去之後的後果, 所以他提前買好一副棺材, 據說是他親自去選的, 靚的那些棺材還買不起, 買了一副很薄皮的, 反正他人份多下去就行了。 話說當日, 他老婆在家等他下班, 一等一等一副棺材回來, 嚇到傻了, 然後就哭了, 但是海瑞只是很平靜地跟他說, 哭了什麼? 到時記得放我進去就是了。 如果說楊繼聖那封, 叫做死盒, 那海瑞這一封, 就叫做死間。 當然是不用當場死的, 但是也不用等多久。 我們經常說, 即是如果你一塊雲這樣的, 一個不小心叉錯腳, 跌落懸崖的, 那些叫做失足。 但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 昂首闊步踏入深淵的, 那些叫做勇敢。 這副棺材, 就是他勇氣的證明。 不知死而死的那些, 叫做無知。 之死而死的那些, 叫做無謂。 海瑞, 你就是一個無謂的男人。 那這個無謂的男人, 有什麼結局呢? 一切都正如海瑞所料的那樣。 皇帝震怒, 滿朝轟動, 關人入牢, 等待處斬。 但是他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自己的情節, 都應該是屬於那種極其惡劣, 最大惡極, 即斬那一隻。 但是左等等, 右等等, 總是那把刀還沒刺下來。 為什麼呢? 是因為皇帝還沒有打算殺他。 大家還記不記得, 嘉靖好猛, 劈了一封野落地之後, 旁邊的太監皇錦就告訴他, 啊, 這個海瑞, 是天佬來的, 買了一副棺材的, 不用怕他走的, 這樣。 聽完皇錦的說話之後, 嘉靖誘了一下, 撿起那份疚喪, 看第二次, 嘉靖不是一個蠢人, 他知道, 一個人既然買得到一副棺材, 當然是有備而來, 而在對這份咒疏的再次審視入面, 他看到了攻擊和斥責之外的東西, 忠誠, 盡責, 和正直。 所以他發出了感嘆, 啊, 這個人, 大概可能是比幹, 可惜, 我不是就王啊, 講得出這種水瓶說話的人, 你說他是昏君嗎? 那就你昏多些了。 於是海瑞, 就是這樣被人慣了起來, 既不是有其徒刑, 亦都不是無其徒刑, 既不殺你, 亦都不放你, 即是連個說法都沒有的, 先撻住, 他自己倒是很自在, 天天吃完就分, 分完就吃, 一點心理負擔都沒有, 那是否條命就是這樣保住了呢? 實際上又不是, 所以知道, 嘉靖和惡是一個很要面的人, 就算他真是懂道理, 你懂得好帶都好, 你用這樣的方式對待他, 似乎都太過分, 一個千里之外的陽神, 他都可以記幾十年, 何況是你這個眼皮底下的海瑞, 對吧? 所以終於有一天, 他斥起條根, 又想起這件事, 就發火, 火到不得了, 就開始罵, 罵完, 都還是不解痕, 就決定要殺! 那看法海瑞生, 又要上法場了, 就在這個時候, 第二個補他的人, 出現了, 大家猜猜是誰了, 我們明天之樂! 沒有… 沒有… …